有请毕竟给我们来公布第一轮的禁言曲目 第一首歌其实是专辑的同名主打曲第一章 叫《开往早晨的午夜》 曾想念那么黑 每个清晨 曾阻挡每个梦 每一道门 终于也可能 无限可能 自由发生 曾想念那么长 拱败吹唱 曾忍耐诚 每个梦 人 终于承认 这是青春 好 有请张宾成到我们的禁言门内 就位 本轮的张碧成将会和我们的魔唱歌手 分别进入我们的禁言门内轮流演唱 门上的灯会依次亮起 演唱结束以后 我们猜评团的随便进行投票 投给你认为是张碧成本人声音 相应的号码 最终得票第一的那一位 将会离开我们的舞台 第一轮禁言开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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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新鲜不熄灭的夜 看望早晨的午夜 重想拥抱的季节 让我们的爱人 那么狂烟 我画边界的温暖夜 如何抱歉的感谢 这好对你足够 你问一朵温柔 曾想念那么黑 每个清晨 曾阻挡每个梦 每一道门 终于也可能 无限可能 自由发生 曾相爱那么张 公开吹长 曾无人的成堂 每个恋人 终于承认 就是青春 曾相爱那么黑 每个清晨 随便一轮举掌 每个变身 都是放任 都是人生 沿着银河 深心切 一身心切 一二张亲切 再亲切 你红黄叶 新的长鞋 好 谢谢四位 接下来到了我们参与团 进行投票的时刻了 拿出你的投票器 投给你认为是张碧晨本人声音 相应的号码 投票开始 张碧晨 到底在几号门的背后呢 做出自己的选择 抓紧时间 三 二 一 投票结束 好 卫逊 可以先听刘维的吗 今天事关于打歌一战 你为什么要听我的 先听一下你的 我跟你讲 我这个选择是非常慎重的 是从一号和四号中纠结 但是为什么我选择了四号 我是从他们合唱听出来的 而且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一号在唱到副歌 因为他那个歌曲到后面 有很强的节奏嘛 我感受到了一号在里面 有在跳舞 有些肢体动作 因为我能听到一些 不一样的喘息 但是四号很安静 你知道张碧晨 是打死都不会跳舞的 张碧晨是打死都不会跳舞的 所以我当时听到四号 和一号在合唱的时候 我就听到一号有那种 对 然后四号 可是非常的安静 所以我选择四号 那我今天就跟你有一笔了 你选谁 我选一号 我绝对不像你那样 看到他在里面手舞主导 你觉得他在里面跳 我听到的是内心的那种 那种荡漾 荡漾 荡漾 谁让你用荡漾这两个词了 我不想评服他 所以一号就是它的频段是很平均的 所以听起来会让人觉得很舒服很走心 也很暖 所以我认为在一号 我选择的也是一号 但一出来我就感觉 哇 声音好透彻 然后很亮 然后又很稳的感觉 我觉得肯定是原唱在一号 子豪 你的选择 我选择三号 因为我感觉我的感觉很准 况且我的背后就是 柏拉雅 星光平 星光能指引我 好 弹幕 我觉得应该是在一号和三号当中吧 但是女生的直觉 三号 三号 好的 问一下宇哥 你的选择 我也是选三号 因为我觉得一号的声音太透明了 那我觉得张碧晨的声音 我说的它有一点点沙力感 它那个沙力感很细致的沙力感 然后单独唱的那个二号 那是四号 声音那个Key那句太低了 你无法去分辨到底是谁 所以我就投了消去法 我就用三号 好 谢谢 果仁老师 简单 一号太四平八稳 我觉得一号真的很稳 当然我不是说张碧晨会不稳 张碧晨一定会做一点技巧 玩一点东西 我觉得二号有点前面十 后面虚 然后三号我没有印象 四号跟二号有点同样的路数 所以我认为张碧晨要嘛在二号 要嘛在四号 对 最后我选了二号 对 你说三号完全没有印象对不对 我没有印象 宇哥偏偏选了你完全没有印象的那个人 没有 我觉得这样也好 这样一二三四号都有人选 不是很开心吗 好的 那接下来马上要来公布结果 来 有意思 我们的明星参谱团成员 认为一二三四都有可能 到底我们的张碧晨会在几号门的背后呢 一号门二号门三号门和四号 请同时出票 一号三十票 二号门九票 三号四十一票 四号门二十票 所以这一轮当中要离开舞台的就是我们的二号 我们来看二号门背后到底是谁 二号门请开门 是我们的魔唱歌手 现在我们就要公布张碧晨本人到底在几号门 是全场最高票的三号门四十一票吗 一号 答案即将揭晨 有请张碧晨请开门 那是一号啦 肯定是一号 我们去接张碧晨 刘伟已经站在了四号门 张碧晨本人到底在几号门 他就在一号 来 邮他 representatives 有请我们的魔唱 哇 在一号门的背后 看看国伦老师的脸有多臭啊 碧晨有没有想到宇哥没有猜你 是在你的意料之中的吗 他不太懂你 你是不是在里面跳舞了 那 是不是 不是 还说别人不跳舞 没有 他肯定在里面有一些这样 他也跳成这样吗 肯定 因为我们看不到 因为我就听到了一些不一样的感觉 对 我是在里面蹦他来着 对 你看 真的有在跳 就没有他扭得那么妖艳 好 你怎么可能腰得过他 哪里妖艳 这明明是种刚毅好吗 所以我选择四号 所以我选择四号 好嘞 那接下来我们先来认识一下我们这位朋友 来 给大家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来自广东广州 名字叫做刘悦 张碧晨的歌 平时听得多吗 很多 就有一段时间很失落 我就选择一个人跑到大理的尔海旁边去放空 然后那个时候我正好在尔海旁边 后面就是苍山 我坐在一个落地窗前 听到了张碧晨唱的《年轮》 真的是一下子就唱到心里去了 当时我就哭得都不行了 掉眼泪掉到太阳落山 所以我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就真的是路转粉 所以这是一个优秀艺人 优秀歌手的一个影响力 你因为会喜欢他的歌 然后喜欢他的兴趣爱好 你喜欢玩游戏吗 对 我喜欢玩游戏 对 对 他跟我想象中的那种性格 我觉得应该是蛮贴的 因为我从他的歌声里面 能听到他这个人 你在我歌声里能听到我爱玩游戏是吗 好 再次谢谢我们的刘悦 谢谢 拥有一个懂你的歌迷 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谢谢 也希望你之后的路越来越顺了 好 谢谢你 再见